12月28日 平台自制节目《半熟恋人》即将开播 该节目是一档由景田、唐一新、王子文、王燕霖、谢南、薛兆峰等人参加观察 邀请十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三十 都市亲熟林男女一起经历合租生活 互相之间不断磨合的过程 这个节目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除了节目本身的设置以外 跟邀请的女嘉宾也是分不开的 很多人表示是冲着王子文去看的 说到王子文 最近可谓是事业恋爱双丰收 自从和男友宣布交往后一直甜甜蜜蜜 到后来公布儿子的存在 也收到大家的知识 她的坦荡她的处事方式 让大家一次次又一次地爱上这个小个子女星 王子文演活了屈小肖 屈小肖成就了王子文 我想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 最初认识她是因为屈小肖 欢乐颂的五美各有特色 各个都让我们印象深刻 事业精英安迪 坦克凡胜美 乖巧的官官 单纯恋爱脑的邱盈宁 还有剧中最欢乐的屈小肖 屈小肖是一个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 家里条件很好 从小留学国外养尊处优 后来为了争夺家产回到家 拒绝家里为她准备的豪车豪房 开着一辆小破车住进了欢乐送 其实大家都很羡慕她 因为她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烦恼 很多时候也不需要懂得人情世故 所以活得很潇洒 剧中屈小肖很是高冷 直到遇见了赵一生 秒变小隐生 欢乐送饰演屈小肖的王子文 演技大爆发 将剧中旁白那个古灵精怪 肆意洒脱 率性犀利 看似玩世不公实则真实善良 让人又爱又恨 是一朵带似的玫瑰花刻画的淋漓尽致 一向精明气质的她 这一次升级妖精 更以有灵气的演技 赢得了戏精的称号 这是对屈小肖这个角色的评价 屈小肖的第一人选 另有其人不得不说 王子文演活了屈小肖 屈小肖成就了王子文 屈小肖这个角色 好像是为了王子文定制的 王子文也凭借着这个角色水涨船高 但谁都没想到 其实屈小肖这个角色 最初找的并不是王子文 被导演相中的另有其人 这个人便是王小成 看过二胎时代的人 一定都喜欢剧中的灿灿 灿灿是一个85后小妈妈 独立自主 明明在工作上很有天赋 但是因为两个孩子 而不得不屈从 最后自己创业 事业爱情双分收 剧中的灿灿 也是这么一个古灵精怪的名词 机智过人 和女儿斗智斗勇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灿灿送女儿上幼儿园 结果孩子没哭 自己哭得像个泪人 典型的分离焦虑症 被人小鬼大的女儿嫌弃一脸 不得不说 王小成这个角色 也是塑造得很成功 各处细节都能拿捏个棒棒的 本来导演看中的屈小霄 就是王小成 但是因为当时 王小成接下了 你好乔安 因此安排不了当期了 其实王子文和王小成 都是很优秀的演员 当时如果王小成出演的话 大家也不知道 会是怎么样的屈小霄 所以咱们也不用去细究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前置 和对角色的把握 虽然王小成没接这个角色 但是相信他在其他剧中也能发光发热 兜兜转转 王子文成功演绎了这个角色 也成就了大家心目中的屈小霄 也许这就是缘分 欢乐送的每一部都带给我们很多精彩 我们也期待五美全员回归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声明 内容文字原创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和电视剧图片 如有侵权请联系告知删除 谢谢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轻语吧